凱旋苑 連續聚耕的還快 開放說青年可以來申請 有給你補助 只有仔細一看 原來有五十幾間空屋 沒有租出去 但是如果你來住的話 一萬七千塊 可以補助七千塊 這個是救援了 我們要講新的 這是最新的 這個是最新的 今天宣布 對 今天宣布 1月8號開始 1月8號開始徵記 1月8號學期都快結束了 對 重點是他反應不出去 而且剛剛阿冠的反應 非常生實 根本就沒有新消息 你怎麼還可以開記者會 你該怎麼糊弄我們觀眾 你怎麼之前就已經說過了嗎 至少我們執行了 執行了 新的是有時間的 其實今天的記者會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因為他後面 真正要問的是 賴清德你的公益信託到哪裡 他好像要買這個而已 要跑一隻都拿 多了一個時間表 那到底有沒有公安問題 如果說從內政部的這個函 因為現在 臺北市政府很有趣 臺北市政府在昨天民進黨開記者會的時候 臺北市第一時間說沒有 沒有光 他不用申報 因為過去他直接跟 簽給文化大學 他是兩年要申報一次 因為他是屬於內政部 營建署規範 那時候是學生宿舍 對 而且他是分類是叫H1 就是每一層 有六間房間以上 所以H1 H1的規定是兩年要申報一次 可是當後來他改成跟新光物物業管理公司 新光物業管理公司簽約 他就沒有申報了 好 現在問題在這裡 如果你以前需要申報 那為什麼現在不需要申報 難道你現在不是當學生宿舍嗎 你只是換一個管理的物業公司而已 以前是你右育跟文化大學簽約 所以文化大學自己管理 現在你是委託給新光物業管理 那你只是換一個管理公司 房子還是房子 房間還是一樣多 住的人還是學生 那為什麼不用申報 到底該不該申報 基本上他是現在不是只有住學生 他還租給一般人士 那過去H1的時候 那是因為一百零一年前 他是直接跟文化大學簽約 那因為是學校的住宿 學校學生的住宿是符合H1的 那後來因為他解約 大家去說 你不要再跟文化大學簽約了 所以後來是由這個優育公司 是往外租 往外租就是H2 所以你可以看到1月4號 臺北市的建管書 講得很清楚 凱旋路這11號的集合住宅 是適用H2的 而你去看到 不管他的樓寬 不管他的雜物 全部都符合現在的規定 所以現在民進黨打到現在 竟然把H1 但不是被開了一張罰單嗎 他開了一張罰單是說 你看他是樓梯樓板 然後跟這一個走道 全部都符合 那他開了一個 跟H1 H2沒有關 他是外面的外階的樓梯上面 有一個裝一個窗戶 那當然有需要改善 我們就改善 可是他跟民進黨 但是外階樓梯也算在那棟樓 對 可是他跟民進黨 講的說H1 H2 然後說你要申報 那個合法的兩次 那個完全無關 那就是一個改善的事項 但是對民眾來說 就是凱旋院到底有沒有違規 到底有沒有公安問題 凱旋院在H1 在H2的所有的三項規範裡面 全部合規 可是這一個這個外面的外階的樓梯 加裝這個窗戶 確實有改善的事項 被小小的 沒有 凱旋院 雖然你現在是H2 是因為你現在可以租給非文化大學的學生嗎 是 但是問題是會有上班族 租在陽明山上 然後跑去山下上班嗎 會啊 少字又少啦 有些人又搶住陽明山 其實摩托車 仰德大道是台北市發生收穫頻率最高的地方 你說一般 我說除非在陽明山國家公園上班的人 或者說是文化大學的教職員 才有可能住在凱旋院 所以那個宿舍 大部分的人還是文大的學生 我覺得今天凱旋院把H1變成H2是換湯不換藥 那只是把學生的安全自若網文 表面上是說 你看我們現在不是學生宿舍 可是你沒有學生宿舍之名 卻是學生宿舍之實 而且明明照片上面就已經走到上堆置物櫃 不管你是H2還是H1 走到上堆置物櫃就不對 結果等到這事情 他走到沒有堆東西 還沒有堆 為什麼 因為監管處要去卡著才趕快把他撤走 本來就是有堆的 第二點 台北市議員林嚴鳳 他就發現說監管處 早上九點半 才從監管處跑去陽明山上 中午才到凱旋院 可是早上10點就已經說一切合法 先合法再勘查 勘查之後 再開了一張罰 那不行啊 真的有違規 就是這個 那容易的這個事情 那至於其他這些違規部分 都是因為他用H2去迴避H1這個法規 重點是H1就是宿舍 現在也是宿舍 為什麼不繼續沿用宿舍的法規 侯宜沒有解釋 第二個問題我想問的是 本來不是九一九間嗎 怎麼現在變成103間呢 這個問題應該問侯宜宜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變103間 因為原本拆成九十九間是為了 照他律師的說法 他說我們九十有一間有繳房屋稅 九十八間都沒有繳 對不對 所以合理的推測是 那一間要繳房屋稅 再把拆成四間 這樣103間都不用繳房屋稅 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拆成每一棟的公告限制 在十萬以下 就每一間十萬以下 就不用繳房屋稅了 有可能嗎 問題是好 問題來了 台北市現在對於室內裝修規定 非常嚴格 所有的室內裝修 你不要講隔間 光是室內裝修 比如說換個牆壁 訂個天花板 都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 你凱旋院有沒有申請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台北市到底有沒有申請 這個問題我們其實已經問了很久 但是台北市到現在沒有給我們答案 其實今天有提到 剛才講到就是說 他把那五十戶 凱旋院現在沒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他說每個人一萬七 他補助七千塊 他之前還有講說我要補助 可是也沒講說補助多少 現在千呼萬喚死出來 然後才說要開始補助 我有印象 之前有說補助 他沒有講細節 到底補助多少 他說用捐的方式 到底要捐多少 也不曉得 今天終於答案出來了 可是問題是很抱歉 今天開始 寒假已經開始了 我們都已經要繳 寫末成績了 你這個時候才告訴我說 這個時候你要用這個東西 而且去哪裡登記 找誰登記 對不對 學生現在都要返鄉了 你才要把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知道嗎 我覺得這就違得不足 你要做好事 你就一開始就做 我們這個東西已經呼籲很久了 你那五十戶本來就捐不出去 甚至我跟你講 無償給文化大學學生住都可以 結果你看現在等到期末 一直被逼 一直被逼 才推出這個政策 我必須要講 大家覺得為時已晚 雖然做好事有為晚矣 但是繼續投票 只剩這幾天 信託什麼時候才要信託 他已經委託 他已經委託律師 沒有啊 他那個文件完全沒有完備 但是我說句公道話 在第一時間 他說那五幾間要拿出來做學生宅的時候 其實那個七千塊的細節是有的 只是也許媒體沒有大篇幅報道 那麼在今天可能有更多的細節 而且我老實講 今天這個會刊 我其實真的想要聽到的解釋 是那個為什麼從九十九間變成一百一百間 我比較好奇是這樣 我講一個例子 因為這棟樓現在是侯友宜 雖然他講說是什麼 什麼什麼女兒優異公司 我講一個血淚教訓 當初是大家的紀錄 中後 發行出租套房的大火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講什麼 因為裡面屋主擅自更改革間 所以他說我沒辦法去檢查 所以他在那裡退休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裡面補算是怎麼樣 我們就問這件事情 你說你合法改成九十九間 是為了要什麼十萬塊以下 那這個一百零三間 你告訴我變更的是哪一個建築 我們每一個建築變更 尤其你是要出租的這件事情 他跟你什麼H連打也一樣 他是跟消防是有關係的 那我就問你自己擅自 變更裡面的這樣的一個主體 那個結構的部分 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台北市政府到今天也沒有去說明說 你一百零三間 這有合法嗎 都不說 我要補充的是H1跟H2 跟有沒有租給學生 完全沒有關係 是所謂的住二不能作為學生宿舍 108年就是2018年其實已經講過了 所以不能作為學生宿舍 他們才跟文化大學解約 但是H1跟H2是跟空間規劃有關 H1所謂的H1的定義就是說 你一層樓不能隔層六間 而且不能有超過十個床位 這是內政部的函式 表示什麼 表示你同一層樓裡面 不能有密集的人居住 這個是消防安全有關的函式 也就是說 你現在如果有103間分五層樓 你同一層樓裡面至少超過20間 所以你怎麼可能不使用 所謂H1的規定 來逃避所謂的消防安全檢查 所以我講108年之後 柯文哲你有沒有違法 避開去做安全消防檢查 之後新售公司 委託新售公司 你有沒有去避開 所有的消防檢查 吳馨穎你也要出來說